我们不会做假民调 黄珊珊不要乱讲 我因为跟黄珊珊其实是老朋友了 所以选举到现在 我没有攻击过黄珊珊 中广董事长赵兽康爆气了 火大到直接脸书自录影片呛瞎 因为日前委托盖洛普公司 做的卑视选战民调 遭黄珊珊批评 都死了 用民调变成文宣了 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民调 而是故意用操作的方式 那我们花了很多钱 委托盖洛普做民调 盖洛普会做假民调吗 盖洛普以前做郝龙斌 费洪泰 赖斯堡 甚至朱立伦跟尤其坤类似的民调 误差都在1%之内 赵兽康反向上一份 9月26号做的民调结果 国民党八线市只拿三个 桃源蓝营的张善政 还落后民进党的郑运棚 怎么会花大钱 做赔上公信力的假民调 丁廷宇教授 跟我是朋友甚至好朋友又怎样呢 朋友归朋友 民调归民调 黄珊珊无法认同这份民调 恐怕是因为民调显示 蓝绿的选民归队高达八成 都坚定支持党籍候选人 因此他可能就是最后被弃保的对象 对此赵绍康也不客气了 直接呛你在绿军中 只有1%的人支持你 所以我早就讲 不会弃黄保城 也不会弃城保皇 支持黄珊有6%国民党人 最多只是6%稍微转移 那也影响不了大局 现在民调满天飞 然后特别的数字都差得天差地缘 我觉得选民可以用 很客观的观景去看 所以我没有指数任何人 所以也不需要对象入座 一份民调意外让赵绍康 也卷入北市蓝绿白战场 进行文林嘉宪师右伟采望报道